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蒸小排骨 小排一般都很瘦 但是蒸好后 这个油水还是会 从这些地方出来蛮多的 所以我们在蒸的时候 排底下最好 店一些我们喜欢的食材 像芋头 南瓜 土豆这些 让它们吸吸油 今天我们用南瓜 南瓜洗净 去籽去囊 这个囊用勺子刮干净 皮好可以留着 如果你接受的话 这个皮更有营养 我们把它切成块状 南瓜皮很硬 切的时候要注意手 300克左右的小排 我们放差不多半个tispoon的盐 少许料酒 糖可以放 可以不放 如果要放的话 就放一点点像味精一样 掉掉仙头 先拌匀 先拌匀它 或者用手抓一抓都可以 让它尽快入味 最后再下一个tablespoon的 淀粉 不需要那么精准 再捞匀它 南瓜上撒几粒豆子 给它一点点味道 排骨铺 排骨铺上去 排骨上 再撒一点豆子 撒多撒少 根据个人的喜好 然后我们给它静止十几分钟 入入味再蒸 一般蒸40分钟这样 肉也熟了 瓜也绵了 火候大小和时间长短 没有太高的要求 时间长一点 好过短一点 40分钟后 就是一盘香芬芬的美味佳肴 一点也不比茶餐厅里的差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